1987年,欧阳静茹搬离了这座院子,因为文化部要对这里进行修缮,为他的父亲欧阳于茜建立故居。 然而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年,故居仍不见踪有,而这座院子却早已凌乱不堪,全然寻找不到当年田汉、夏妍等中国戏剧大师登门拜访时的容貌。 只剩下这个牌匾依稀地提醒着过往的行人,这里曾经住了怎样一个人,他与中国戏剧有着怎样的过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就想学一点先进的科学道理,他就1902年的时候,他就到日本去留学去了。 他考日本的早稻田大学以后呢,有个机会看那个李淑彤他们演话剧。 他说,这个戏剧,这个形势怎么那么动人呢? 1906年,同在日本留学的李淑彤、曾孝谷等人创建了《春柳社》。 他们希望能够通过新剧这种表演形式,开通明智,改良戏曲,为转移旧中国风气为一柱。 而当《茶花女》的演出,在东京引起轰动后,欧阳于倩同许多观看了这出戏的留学生一样,加入了《春柳社》。 就我父亲看着,哎呀,戏剧还有这样的表现方法,多好啊,多动人啊,那李淑彤演《茶花女》。 后来呢,我父亲就感兴趣了,他就跟他们来往,他就在日本呢,就到春柳社去了,他就参加他们演《黑奴遇天路》。 虽然欧阳于倩在这部《黑奴遇天路》中只扮演了两个小角色,但是这次演出的经历让他毕生难忘。 当时《春柳社》为了排演这部戏,光剧本就读了《百余日》,他们还请来日本的著名新剧演员帮助他们排练。 1907年6月1日,《黑奴遇天路》在东京本乡作剧场上演,这部戏也成为中国第一部完整话剧。 这个戏们很卖座,而且改了那个剧本,把那个黑奴到后来就杀死奴贩子,起来革命走了。 从前是《解放黑奴》,叫做Uncle Tom's Cabin,后来呢,他们就一直演这个戏。 这个戏的影响呢,就是对同盟会的那些我们的中国留学生影响很大,都觉得这是个革命的戏。 但是,对于改编、排演这部戏的曾孝谷和欧阳于倩等人来说,当时他们并没有什么宏伟的计划,他们的行为更多的是出于对于戏剧的喜爱。 用他们的话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 后来他们又演了叫做La Bohim,他们把他后来翻成叫热血,讲一个革命者被抓了,抓了他的爱人来探望他,也是很革命的。 可是他们并不知道啊,他们就演了。 欧阳于倩,陆敬若,吴沃尊和谢康白主演了这部热血。 李淑彤那时,已经不愿意轻易登台,因此剧团的名字也由春柳社改为了深友会。 但是人们依旧喜欢以春柳社称之。 这La Bohim演出以后呢,他们的名声就很大了。 这同盟会的学生都都称赞他们。 上演热血的那几天,加入同盟会的留日学生特别多,他们都认为是热血这出戏感染了留学生。 而这也使欧阳于倩他们第一次认识到戏剧对于人们思想观念的教化作用。 但是,正当他们准备就此大干一场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却悄然而至。 1910年年初的一天,欧阳于倩如同往常一样来到春柳社。 从社员们一番情绪激动的议论中得知,日本政府受清政府之情,已经取消了在日的官办留学生。 这一消息让欧阳于倩心中一颤。 如此政策,春柳社将何去何从? 果然,不久之后,许多春柳社的成员陆续回国,春柳社走向了低潮。 第二年,欧阳于倩也归国返乡。 他们在演出,在日本的演出是成功的。 还有很多日本朋友帮助他们。 后来这个春柳社到上海来,也开始演戏了。 1912年的一天,身在湖南老家的欧阳于倩,接到了好友陆敬若的来信,邀请她到上海筹办新剧同志会。 一直痴迷于戏剧的欧阳于倩,立刻打点行囊,来到了上海。 那时,陆敬若已经辞去了都督府秘书之职。 马将士也辞去了什叶厅厅长的职位,他们都下海演戏。 加上欧阳于倩和吴我尊,他们四个聚社的支柱,当时被人们尊称为春柳四友。 因为新剧同志会中的成员,也大多都是春柳社的旧友,所以人们仍然习惯地称之为春柳社。 他们到上海也叫春柳社。 就在欧阳于倩准备投身新剧之时,她接连收到数封家书,家人一致反对她下海演戏。 不仅如此,很多亲友还说,如此下去,世代书香的欧阳家将就此完了。 她的妻子也承受不住外界的压力,写信劝她回家。 然而,欧阳于倩却在回信中坚定地说,挨一百个炸弹也不灰心。 从此,她就全身心地投入到演剧运动当中。 当时,新剧被称为文明系。 然而,由于商业利益的驱使,新剧演员们一味地取悦观众, 使被称为文明系的新剧一度变得并不文明。 在那段时间内,文明系成为了人们诟病的对象。 台上只要是演得不好,过活点,有点带胡闹的表演, 人们都会说,这是文明系。 我爸爸就反对这个,春柳说就没有这样的, 就很严肃的,剧本里头都是讲的追求真善美的, 虽然没有什么太多革命的内容, 还追求真善美啊。 还有他们形体动作,台词,都是经过练习, 经过排演的,才能拿出来。 不是乱说八道,胡乱说的。 他们在上海也很成功的。 1914年,陆敬若在上海租订了外滩口的牟德利席院, 更名为春柳剧场。 从此,新剧同志会有了一个固定的演出场所。 当时,春柳剧场的剧目不是自创的新剧, 就是改编自中外名著, 在众多新剧演出团体中自成一台。 因而有人就把春柳社的戏和文明戏分开。 对于这种说法, 欧阳于倩坚决认。 同时, 她还把自己在文明戏创作排演的经验做了总结, 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她总结这个经验呢, 剧本一定要有。 没有剧本, 瞎胡说是不行的。 还有一个台词跟形体动作是两根大柱子。 1915年, 欧阳于倩被邀请到杭州西湖剧场, 演出她编写的一部新剧《神圣之爱》。 那晚, 同志会好友陆敬若来到后台看望欧阳于倩, 还拉着她的手感慨地说, 神圣之爱, 神圣之爱。 让欧阳于倩没有想到这句神圣之爱竟成为了陆敬若和她说的最后一句话。 一个星期之后, 她接到了陆敬若的死讯。 陆敬若, 这个把自己的钱财都拿来支持新剧同志会的人走了。 当时年仅三十岁, 她的身后留下的是一个濒临倒闭的剧场和一张张欠账单。 欧阳于倩悲痛的叹息, 静若死了, 同志会完了。 1916年春, 上海新舞, 新编精剧《黛玉藏花》正在上演。 著名的南派虚生周信芳扮演了贾宝玉, 而林黛玉的扮演者则是这出戏的改编者欧阳于倩。 他在日本的时候就跟吴我尊学, 可是吴我尊说, 你的声音不适合唱老生, 你只能演弹角, 后来我父亲他就演弹角了。 欧阳于倩自幼就对戏曲十分喜爱, 从日本回国后, 她一边排演文明新戏, 一边把京剧与西洋名剧做比较。 她发现, 京剧的精华如明珠埋头, 只带有志之士挖掘。 此后, 她就刻苦学习京剧。 年代奶奶奶就练习清衣啊, 在上海她跟好多人学, 跟好多人学, 谁好, 唱得好她就跟谁学。 她在晚上睡在床上, 都在背词呢, 看着帐子上好像都是京剧词, 还有她, 她因为这么苦学苦练啊, 她没有经过科班出身啊, 结果她就是跟这些 有名的京剧演员学啊, 她就学出来了。 学出来以后呢, 就在, 她居然还有人请她上台演戏呢。 1916年, 25岁的欧阳于倩正式成为了京剧演员。 她的表演风格独特, 嗓音七月, 唱功考究, 很快就在上海的下舞台, 新舞台, 挂头牌弹绝, 名声斐然。 因为她是演话剧出身, 所以她演进去的时候, 很能进入角色, 很能感人。 她是演弹角, 她也学了长手舞啊, 什么舞, 很刻苦的。 所以, 她在上海演出很有名。 那时的欧阳于倩, 除了排演传统剧目外, 还根据古典名著《红楼梦》, 改编了京剧《黛玉藏花》, 《情文捕球》, 鸳鸯剑等剧目, 并自编自演。 当时, 很多上海的观众, 都对欧阳于倩扮演的高级倩妆, 翩翩脆绣的林黛玉印象深刻。 人们都称她为舞台上的林妹妹, 而她也成为了南方新派戏剧的代表。 那是因为她的表演很受欢迎, 就跟梅兰芳齐名了。 南欧北梅, 她一直在上海演出, 梅兰芳在北方演出, 就叫南欧北梅。 她跟梅兰芳的关系也很好, 她也向梅兰芳学习的, 梅兰芳也向她学习, 她们两个人哥俩挺好挺好的。 那时, 梅兰芳也正在北京排演黛玉藏花, 但是后来, 梅兰芳由衷地说, 我一共只排了三出红楼戏, 欧阳于倩排的红楼戏的数量比我多得多。 1919年5月的一天, 欧阳于倩收到了南通实业家张俭的来信, 邀请她到南通创办一所戏剧学校。 那时的张俭不仅积极民族工业, 还倡导教育救国, 曾一度被人为之半场仪、半学女。 她认为戏剧能够启发民智, 弥补教育的不足。 于是, 她在南通创办了第一所新式戏剧学校, 林工学社, 并邀请欧阳于倩担任校长。 那年9月, 欧阳于倩举家来到了南通。 她到南通就办了一个精致学校, 居然请了好多的京剧名演员来教, 教南通办得很好, 而且她是注重思想内容。 南通是要服务社会的演员, 不是科班, 她说, 她不办科班, 她要办一个为社会服务的, 做好事的演员。 也就是欧阳于倩举家来到了南通的那一年, 梅兰芳也应张俭之邀来到了这里, 他们在张俭修建的更俗剧场, 演出了各自的名段, 当时千车争听万象洞空。 然而, 这并不是张俭邀请梅兰芳的唯一目的, 那时欧阳于倩已经成为新派戏剧的领军人物, 而梅兰芳则早已是古典戏曲的灵界大王。 张俭希望他们二人能够相互促进, 共同发扬优秀的民族艺术。 于是, 在张俭的安排下, 欧阳于倩和梅兰芳在这间梅欧阁里, 进行了一次在当时的戏剧界颇具反响的会面。 这在中国戏剧改革史上, 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而两位戏剧大师也从此建立了几十年深厚的友谊。 1929年的一天, 欧阳于倩正在家里写剧本, 忽然接到广东省主席李济深的一封信, 邀请他到广州去筹建广东戏剧研究所。 他办过三次学, 一次是南东, 一次在广东戏剧研究所, 广东戏剧研究所是李济深请他去的。 他也是要为社会服务的, 要为社会, 为国家服务的好演员。 欧阳于倩为广东戏剧研究所的发展, 做了很多很详实的规划。 研究所不仅下设了演剧系, 戏剧文学系, 还成立了附属的音乐学校, 创办了第一个戏剧理论刊物, 戏剧杂志。 他希望能够用科学的方法, 培养新型的戏剧和音乐人才。 他那个演给学生训练的那些剧本, 都是《怒吼吧!中国》啊, 都是《马克贝斯》啊, 还有《莎士比亚的戏》啊, 还有就是他自己编导的戏, 都是内容很好的。 1930年6月23日, 是《杀鸡惨案》五周年纪念日, 欧阳于倩导演了话剧《怒吼吧!中国》, 自己还在剧中担任角色, 演出时观众反映热烈,盛况空前。 如何把中国演出的时候, 有观众还拿苹果啊, 什么水果砸前面的瓜呢, 弄到广中敬演啊。 他也排演了他办, 他写的一些戏, 《童主的三家人》啊,什么。 1931年, 广东省立戏剧研究所被当局破令停办, 欧阳于倩的戏剧教育尝试再一次流产。 尽管如此, 但是研究所在华南播种下了戏剧的种子, 为此后的戏剧事业的发展,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在广中办学呢, 当然也不受国民党的重视了, 只办了几年, 从29年开始办的, 到31年就停了。 这一年年底, 欧阳于倩回到了上海, 他和唐淮秋等人成立了上海现代局社。 当他们准备排演新戏时, 128丰护抗战爆发, 国民政府的妥协, 极大的刺激了欧阳于倩。 当天, 他就奋笔写下了活报句《不要忘了》, 揭露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相勾结, 扼杀人民抗日爱国运动的罪行。 而欧阳于倩的这一行为, 也很快就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注意。 一天, 他收到一张机票和一封信。 欧阳于倩, 以出国学习为由, 蜿蜒谢绝了蒋介石的要求。 为了避免更多的纠缠, 他立即转到香港, 随后便和好友陈明书一起到欧洲参观访问。 他跑到欧洲去了, 他到了欧洲、英国, 看了很多莎士比亚的戏, 他还到德国去了, 德国看了拍电影, 可是他后来又到苏联去了, 在苏联的火车上嘛, 有些德国法西斯问他, 你跑, 你跑苏联去干嘛, 看教华子打架去啊。 他不理他们, 苏联那时候刚革命不久啊, 他很嚮往着苏联, 他到苏联就拜访普多夫金啊, 导演啊, 还有泰洛夫, 他看了乌兰罗瓦, 看了乌兰罗瓦的红银树花, 嗯, 泰洛夫跟那个, 都是好著名的导演, 他让他, 让我爸爸跟他签个名, 他说有中国的戏剧家, 到我们苏联来参加, 第一次苏联戏剧节, 这是我们的光荣, 你留签名, 他在苏联看了好多的, 芭蕾舞啊, 戏剧啊, 看了高尔基的戏剧啊, 他觉得很感动的, 他到上海以后呢, 他学了德国的拍电影, 后来他也回来也就拍电影了, 虽然此前在新剧探索的道路上, 欧阳于茜走得并不平坦, 但是这次欧洲之行, 让他耳目一新, 那些不断发展的艺术形式, 给予了他新的生命力, 而正是许许多多, 像欧阳玉茜这样的开拓者, 是他们赋予早期画剧, 以艺术活力, 不仅使这种新的艺术形式, 登上了现代中国的文化舞台, 而且开始在中国民族, 民主运动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